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青丸科技 我手上拿的这一款的话呢 就是华强北最新10月份 刚刚推出的一个新款S10第三代 下插卡的一个版本 那么今天青丸就给大家讲解一下 三代这一款跟S10的一个一代还有二代 都有哪一些的一个区别 在这里提醒一下各位兄弟 千万不要被市面上所谓的一个X10凹错 S10POLO,S10POLO MAX所迷惑 这些都是由不良商家自己去取的一个名字 改个名字给你们换个包装 就把它当成一个新款的去兜售 千万要注意甄别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讲解一下 新款有什么特点 以免大家胡乱惨坑 上当受骗 首先这三款分别是S10的一个超薄款一代 二代以及新款的一个三代 那首先一点我们先来看外观 一代跟二代这两款的话呢 是华强北首次做到的一个超薄机身 11毫米的一个设计 一代呢则是按钮与摄像头的一个结合 卡槽位置则是在左侧 缺点的话呢就是摄像头的一个位置 稍浅尴尬只能够拍侧面 平时视频的话拍照的话有点美中不足 同时这个位置也比较容易张指纹或者是灰尘 二代这一款呢也是一个超薄的一个机身 在不增加机器本身厚度的一个情况下 它升级到了一个更加方便 是一个抽拉式的一个旋转摄像头 正面反面侧面都可以拍 然后呢左侧的这个位置还保留了一个侧面的一个插卡 同时它里面的话是内置到了一个快捷按键 所以说呢它既是一个插卡的一个卡槽 也是一个快捷按键 我们再来看一下三代 三代的话呢同样是采用到一个抽拉式的一个旋转摄像头 不管是正面反面都可以抽抽拉出来进行一个拍摄 这是连目前果子都没有做出来的一个旋转摄像头 左边的喇叭孔呢 这个位置由原来的一个长条形状升级成了果子S10 双蜂窝状的一个喇叭孔 边框也是采用到一个类金属的一个边框 整体的话呢做的确实是不错 背面也是一个谋杀的一个质感 然后呢整体的一个体验感会更好一些 插卡的一个位置由原来的一个侧边的一个插卡位置 改成了下插卡的一个版本 所以说他们这三款的一个外观区别呢 一代由于是侧面插卡的一个设计 损失掉了一个快捷的一个按键按不动 然后二代这一款的话呢 则是当喇叭孔 但是加住了快捷按键 我们再来看一下三代 三代没有快捷按键 但是三代的话呢升级了双蜂窝喇叭孔 同时里面也是内置双扬声器 这就是三款的一个主要外观区别 主要的话呢还是看个人喜欢 外观呢这里就不做过多介绍 第二点我们来看一下屏幕的一个分辨率 包括刷新率 像咱们家一代 一代这一款的话呢 采用到的话是一个OLED屏 显示效果的话呢是非常清晰 然后我们进入到主界面 可以看到它整个UI界面的话呢 跟果子做到的话是一点都不像 下拉状态栏的话呢 这个的话也是一个安卓的一个界面 流畅度的话呢是没得说 是一个90赫兹的一个流畅度 刷起来的话是丝滑不卡顿 不会出现掉针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下二代这一款 二代这一款同时也是OLED屏 显示效果也是非常清晰 进到主界面可以看到它的一个UI还原度 确实是跟果子做到一模一样 包括刷新率呢 也是能够达到90赫兹的一个高刷 状态栏的话呢 它做到了跟果子一样 可以做到下拉的去自由编辑 编辑我们想要的一个小程序 这一款的话呢 确实是做的还不错 各方面的话呢 也是比较足够 再来看一下三代 同样也是一个OLED屏 分辨率的话呢 跟前面两款是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进入到主界面以后呢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UI还原度 跟果子是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下拉菜单栏以后呢 它的一个图标跟二代也是一模一样 因为它们两层呢 都是非止藤核顺层的一个系统 包括UI也是做的一模一样 基本上都是还原果子的一个UI 可以自由的去进行一个编辑 流畅度的话呢 不一样 这款的话呢 流畅度升级到了一个 120赫兹的一个高刷 基本上和手机刷新率起苦相当 屏幕的一个分辨率 三款的话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 UI还原度的话呢 二代跟三代会更好一点 刷新率的话呢 一代跟二代都是90赫兹 而新款的三代 则是做到了一个 120赫兹的一个高刷 那么第三点 目前S10的一代 还有二代的话呢 这两款都是采用到一个 800毫安的一个电池 而新款的三代 这一款的话 则是采用到一个 1000毫安的一个电池 所以说它的厚度 可能会比二代厚个0.5毫米 所以说电池方面 容量确实是增加 但是由于它的一个功耗比较高 所以说续航的话呢 比一代还有二代 其实长不了多少 正常连续使用 连续刷视频 连续看手表 一代还有二代的话呢 它是三个小时的一个续航 三代的话呢 则是能够达到 四个小时的一个续航 平常正常看个时间的话呢 基本上全部都是一天一冲 并且我最近看到很多套路 目前手表最大的内存 均为32G 很多无良商家 虚标64128 这些全部都是虚假宣传 包括电池容量 写着1200毫安 还有1580毫安 也均为虚假虚标 因为手表的体积 就这么一点点 它不可能装得下 更大的一个电池 套路层出不穷的一个电商时代 老款当成新款去兜售 虚假宣传都已经是家常变范 很可能一不小心就上当受骗 最后做一个总结 目前的话呢 二代跟三代 算是华强北的一个天花板级别 一代的话呢 性价比比较高 都是比较值得推荐入手的 具体怎么选呢 还得看各位看官 看完这期视频 还有什么疑问 不懂的话 可以到我评论区留言